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阿G给您带来的江沟项目实战购物系统 今天我们来学习购物车的模型的设计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购物车的一个需求 在我们的购物系统里面的网站 它要有一个单独的购物车的页面 那个购物系统都会有的 在这个商品的页面呢 我们还可以添加商品到购物车 有一个添加到购物车的按钮 然后还有一个在购物车当中可以调整商品的数量 还可以删除商品 以及查看我们所有选择的那些商品 还有它的金额等等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匿名用户 也可以添加商品到购物车 一名用户可以添加商品到购物车呢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这样子呢 在用户一进入我们的网站进行选购的时候呢 它不会有注册的门槛 然后它等它选好了很心仪的商品以后 它再来去结算的时候呢 我们才让它再去注册 这种时候呢 它那个成交率呢会相应的提高一些 有的客户可能会嫌你的注册过程太麻烦 你先要求他注册的话 他就会有一种排斥的心理 好了 我们要完成我们系统当中的购物车的设计 那么我们先来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现实当中的购物车 它是怎么样完成它的职责的 比如说我们的超市里面 它的购物车就是那种铁框子是吗 铁框子它是怎么来完成它的供用户选购商品 然后拿去结账的那个工作流程的 首先这个铁框子它本身 就说在我们超市当中它是不是用来卖的 不是用来卖的 而且这个铁框子它是用来装我们的商品的 一个铁框子里面它可以装多少东西呢 可以装我们用户这一次购物所选择的所有的商品 对吧 那么超市当中的那个购物车 它有没有一个编号啊 一般在我们的大型超市里面 那个每一个购物车 它都有一个单独的编号 为了便于管理我们的购物车 它是不是有丢失啊什么的情况 在我们的系统当中我们也要给它设计一个编号 但是它这个编号的作用和我们现实当中的那个编号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系统当中的这个编号呢 它是为了来区别一个购物车当中有哪些商品 或者说哪些商品分别属于哪一个购物车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用户 它可不可以有多个购物车 你在超市购物的时候 你可以同时推两个购物车吗 是可以的 对吧 所以我们的系统里面也应该会考虑到这样的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你第一次购完物以后 那么你第二次再去拿一个购物车 再来购物的时候 那它应该是另外的一辆购物车 就算你用的是相同的那个相同的一个推车来运走我们的商品 但实际上对于你这个购物这一次流程来说的话 你这是两个购物车 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有要给它一个编号的一个重要性 这个编号和我们现实中的那个购物车的编号的不同之处就在这里 我们要用我们系统当中的那个购物车的编号来标识 我们用户购买了哪一批的商品 然后这个商品它和哪一个购物车相关联 在某一次结账的时候 我们再来计算和这个购物车相关联的商品有哪些 它的总价是多少 对吧 然后在我们的现实当中的购物车里面 它可不可以放相同的商品 也是可以的 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 真的有必要需要去创建一个叫做购物车的那个类来实现我们的功能吗 它的换一个问法就是说购物车本身所代表的这个实体的概念我们需不需要在数据库当中存储起来 答案呢是不需要的 那么我们来怎么区分一个购物车里面有多个商品呢 那么就是根据一个关系型数据库里面的一个叫做一对多的关系 我们把它给标记起来 在不同的商品里面 我们给它添加上一个字段叫做购物车的编号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设计的购物车的编号 而且这一个编号由服务器端生成 但是它是传递到客户端去 而且在我们用户真正的把这个购物车拿到收银台的时候 也就是说用户去结算的时候 这个购物车里面的商品都可以增减 而且都是不做数的 就相当于是说用户他可以拿着这个购物车装了很多东西 但是呢他没有去付账之前 这个购物车里面的东西他可以全都不要 也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购物车是没必要在 没必要存起来的 而且是在没有用户没有付款以前 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去管理这个购物车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首先呢我们定义了一个叫做CardItem的那个class 这个class写在哪个地方的呢 写在我们新建了一个app叫做Card 大家看到这里创建一个新的应用 使用怎么样的命令 大家查看以前的课程就直接在我们的那个 ShopSys这个目录下面执行 Django Admin然后StartApp 然后创建一个名为Card的一个应用 然后在这个应用里面呢他默认了就有这样的一些模块 我们打开models.py 然后进来写上这个class 这个class里面呢我们 首先定义了四个变量 属于这个类的四个变量 这四个变量分别的意义所在呢就是 一个是CardId 这个CardId呢是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呢是一个唯一的 我们要生成一个唯一的字符串啊 我们以后呢用UUID来作为我们系统当中这个CardId的标志啊 这样每一个用户他每一次生成的CardId都会不一样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DataAd 就是我们当前这个购物车当中的这一个项目 这一个商品他添加的时间 还有就是他所代表的数量 我们这里的一个CardItem就相当是就相当于是一种商品啊 一种商品而不是一个商品一种商品他可以有多个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所关联的当前这一个购物车里面 一样的一个商品他所关联的那个产品 具体的产品是什么 我们用一个ForeignKey把它给关联起来 那么ForeignKey的第一个参数呢 我们写的是这个所关联的模型是哪一个产品的模型 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字符串 Catalog.product把那个模型的 这个首先是应用然后是应用下面的这一个模型 这样子这种方式把它传在这里写出来 然后还有一个Uniquity.force 也就是说同样的一个产品可以被购物车添加多次 所以他不需要是唯一的对吗 然后这里的第一个参数还有一种写法呢 就是我们直接把这个叫做product对象导入到这个里面来 然后呢这里就直接写上product 我们也可以直接这样写 但是按照我们之前的这种以字符串的写法呢 有一个好处 它的好处就是 我们不用在上面来导入我们的这个product类 在不用在上面导入这个product类的一个好处 就是避免我们的循环引用 好我们要存储的字段呢就只有这四个 然后还有一个classMeta 在这个这一个类里面呢我们定义了两个变量 一个叫做dbTable 就是说存储我们cutItem这个类的那个数据表 应该叫做什么名字 我们叫做cutItems同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名字 然后还有一个othering这个属性呢是用来标识我们这个按照什么 我们在取这个数据的时候每一个字段的值来进行排序 我们是用添加的日期来进行排序的 然后还有定义了一个方法叫做total total呢也就是我们的当前的这一个购物车里面所添加的这一种商品 它的总价是多少 我们就简单的用数量乘以这个产品的单价 然后name和price我们都不再多说 然后还有一个get absolute url 这一个字段呢我们是需要在购物车里面 因为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在购物车里面能够点击我们的商品名称 然后进入我们商品原来的一个页面 对吧去查看商品的详细信息 所以我们需要把商品的链接地址给保存下来 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给获取出来 大家注意像我们这种价格是多少和哪一个产品相关联 还有它的产品的地址我们是都不需要保存起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在前面去models的那个字段里面去定义 我们都是用方法来动态的进行获取的 因为它是可能随时会变化的 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叫做augment quality 这一个是用来扩大我们的那个数量的 这是为了方式怎样的一种情况呢 也就是说有些用户他有那种习惯 或者说我们不经意间都会有这种习惯 什么样的呢我们再添加完一个商品到购物车以后 他有可能又重新浏览这一个网站 然后又重新浏览到了当前的这一个商品 然后再重新添加了这个商品到购物车 我们只是这个地方呢我们只是来调整他的数量 而不是重新把这个商品再次添加到购物车里面去 好整个购物车的设计这个模型就最简单的就是这么多 大家还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在这里面添加更多的东西 然后购物车要怎么来把这个卡的ID 还有来记录我们当前的用户他到底添加哪些 在客户端来进行一个记录 然后再提交到服务端呢 这个就要使用到我们下一节课将要讲到的Session 我们用Session来存储客户端的一些数据 然后呢在用户真正提交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提交到服务端去 供我们的系统来进行一个处理 这一刻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